大家好,我是坦平树,带大家在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9月17号 这一期咱们胡聊胡适,胡指挥 还有胡一静老师 今天港股还是继续正常交易 港股似乎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可以让正在渡中秋佳节的胡适的金融消费者 略微宽心一下 什么消息呢?今天港股反弹了 尤其是港股的银行股集体走强 那么明天是不是胡适要开盘 那港股银行股走强 对胡适的银行股应该有正面作用 大家也知道银行股权重比较大 所以明天胡适有可能要高开 但是接下来怎么走 这就不好说了 是高开低走还是高开平着走 都有可能给人感觉啊 大概率是要高开低走啊 因为胡适还要完成它的使命 它的使命就是要找到真正的市场底 早找到啊,早受益啊 这么悬着啊,也不是个事 有很多金融消费者现在也感到很奇怪 或者大家也关注到了 从3000点到现在2700 似乎啊,金融消费者好像已经麻木了 我记得以往啊,一到3000点 那就是的呼声啊,铺天盖地的 各路专家,各路小伞 哭着喊着是要救市 现在似乎麻木了 现在2700也没听见说 反正要救市啊 给人感觉好像就是自暴自欺 一种原因啊,就是一种可能 是因为散户啊,还有专家 能想到的这招啊,村里面都给你实现了 你比如说IPO,它相当于给你停了 你说这个量化,它也给你调了 你说这个融券,它也给你暂停了 你说减持,它也搞了减持新规 你说退市,它也加大退市力度 请问还有什么想法 都能帮你实现 但是实现了之后 胡适它还依旧如故啊 有专家就说了啊,拿着钱下去买 成立什么凭准基金 几万亿 暴利啊 把胡适给它买起来 在这里啊 也很有意思啊 视频啊,非常短 讲的是开仓放粮啊 同样都是震灾 你实际不对 效果啊 大相径庭 救市也一样啊 你救的 时间不对 点位不对 效果也是大相径庭 这就是人性呢 咱们这个节目啊 一直提倡政府少干预 政府做你该做的 你把那些违法乱纪的 给它严办 罚着它倾家荡产 让它不敢再作恶独断 你不能像扑花永道那样 重拿轻饭 薅它几个毛 有什么用呢 那些大股东减持啊 一下套取 都是几十亿 你罚它六十万 罚它一千万 有什么用啊 也就是说监管 做你监管该做的 严监管 只如它这个 该多少点位 那是市场决定 不要去操纵 让市场的参与者 去决定 如果政府去操纵的话 那政府就变成一个 最大的参与者 就变成既是裁判 又是运动员 最终受害的 都是很大的金融消费者 目前来看啊 形势啊 也不是太好 最近啊 高盛花旗 将中国2024年 经济增长预测 下调到4.7% 由于8月经济数据放缓 高盛和花旗 已将中国全年 经济增长预测 下调至4.7% 高盛此前预计 全年经济增速是4.9% 花旗集团则 预测经济增长率为4.8% 现在都调到4.7% 此前 这个瑞银 在8月底 将中国2024年 GDP增长预测 从4.9% 下调到4.6% 咱们自己定的目标是5% 这个还有一定的差距 至少说明要完成5% 这个难度还挺大 关于这个经济形势 我们从另外一个报道 也能看出来 现在有媒体报道 7月8月 部分奢侈品 中国交受暴跌50% 机构预测最早2027年才能恢复 也说这个奢侈品行业 自3月份开云集团发布 引领 就是盈利预警 引发奢侈品股灾之后 整个奢侈品行业 疫情期间积累的市值 正在加速恢复业命 根据高盛提供的数据 5个月时间 整个行业市值下降 2400亿美元 而以目前整个行业低迷的需求 这可能仅仅才是开始 这个文章啊 这报道 它列了好几个奢侈品公司啊 它的股价表现啊 暴跌 这个咱就不介绍了 我们只说啊 这个分析师 以及投资者 对奢侈品行业 悲观预期 主要是来在哪儿 这为什么觉得奢侈品行业不行了 然后股价暴跌一半 腰涨 这个悲观的预期 主要来源于中国市场的表现 在经历20年经济高速扩张之后 尤其是房地产行业的非理性繁荣 大幅推高 中国家庭与收入水平不匹配的财富 推动中国消费者大肆挥霍 超前消费 高端消费品 包括iPhone手机 LV包 以及云等高端产品 这个爱马仕管理层 在二季度业绩会上 也对此现象做出阐述 在刚刚过去的二季度 中国奢侈品市场暴跌 几乎所有大型集团遭遇 除预疫情来历史最差 季度表现 中国奢侈品市场的衰退 源于2021年 房地产市场下行 但疫情原因的剧烈波动 导致单季表现暴涨暴跌 让行业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根源严峻性 而继续将原因归咎于疫情 多间香港地产商 公布的商场销售数据显示 2021年是该行业的顶峰时刻 进入2024年 奢侈品市场彻底崩溃 2月底 迪奥宣布取消香港秀 成为引爆点 3月开云引颈 则让整个行业彻底绝望 此前该行业一致寄希望于 中国市场在开放后 出现报复式消费 以承接美国市场 疫情期间放水 带来的爆发式增长 什么意思呢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奢侈品行业 在疫情期间 遭遇了一些人为的调控影响 什么人为的调控影响呢 也就是美西方很多国家都是发钱 发钱导致奢侈品 它的销链也在增长 也就是疫情期间 本来这奢侈品应该是下降的 结果它反而还增长 一增长之后呢 分析师包括投资者 他们就寄希望 中国的疫情放开以后 那美国市场 西方市场不都是增长了吗 疫情期间增长 他们后面就要恢复 形成一个波峰 然后美西方市场下落的时候 正好中国放开这个广控 2023年 然后中国市场在 叫报复性增长 这样就抵消了 美西方的那个下跌 结果中国市场 不仅没有报复性增长 反而崩溃了 就这么个事 导致整个奢侈品行业 它尽管奢侈品市场 任有利可图 但整个行业的商业模式 正在出现裂缝 今年开始折扣促销 在时间和空间上 都大幅加剧 部分品牌甚至公开降价 以修正此前的大幅降价 在全球经济进入低增长 甚至局部衰退的背景下 奢侈品希望 每年的价格幅度提高 跑赢通战的商业模式 可能难以凑效 尤其是长期以来 整个奢侈品市场 主要推动力 中国市场陷入相反的 的状态 路易斯·威登 过去一个月 在中国市场 各部门出现了 关店 裁撤门店 裁员现象 预计将蔓延至整个行业 因为目前 整个行业 看不到丝毫改善迹象 反而消费需求 还在加速恶化 最好的体育行业 目前也出现了危险的信号 李宁 中期盈利下滑 涛博发布预警 预计中期存力 暴跌30% 说来说去 因为中国市场 这个奢侈品不行了 我们在过去 房地产节目里面 我们经常看到 上海的豪宅 都是秒光 甚至我记得是 疫情期间 还是疫情 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高端的商场 那个奢侈品店门口 还拍长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什么 就是说 这次经济低迷 受损失的主要是韭菜 低收入群体 有钱人影响不大 但是实际上啊 从奢侈品的调量暴跌来看 有钱人影响也很大 因为奢侈品的消费群体 主要是有钱人 和部分中产 普通的中产也消费不起 几十万的一个包 这个不是普通中产能消费的起的 几十万上百万的一支表 总体上它还是反映 有钱人的一个消费心势 那这个奢侈品的市场彻底崩溃 说明有钱人也勒紧裤腰带 也开始过紧日子不消费 消费降级啊 对每个人都一样 人人都面临着消费降级 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指望着胡适走牛 这恐怕也不现实 当然了 即便这样啊 照样还有分析师来看好 对吧 唱多胡适的这个后事 有分析师说啊 A股已挖出了黄金坑 内外政策供释放 劫后有望走出震荡盘升走势 原方正证券分析师赵伟发文指出 中秋节前后最后一个交易日 说A股交易结束后 央行公布了8月金融数据 国家统计局9月14日发布了8月金融数据 M1 M2作为股市流动性的先行指标 8月M1 M2的负减刀差 较7月进一步扩大0.7 说明A股市场流动性严重不足 这就是为什么8月大盘继续回落 且跌幅较7月扩大的原因所在 9月之今A股成交量继续萎缩 典型的存量博弈 8月的M1 M2减刀差就说明 8月A股大幅回落的原因所在 但是目前我们经济下行压力依旧 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释放 宽松的货币政策需要加速落地 降准降息还是未来政策着陆点 刺激消费的降低存量房贷 及转按揭 缓解流动性压力的降准更是值得期待 央行之前已明确表示 目前我国法定存准金率为7左右 降准任有空间 在美联储降息到来之际 我国货币政策释放空间打开 中期后内外货币政策将释放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继续在升值 A股的投资环境在改善 叠加A股之前已挖出了环金坑 让A股技术上具备了上涨空间 基本面及技术面共振 加之A股国企改革并购重组热点 崛起中秋节后的A股 有望走出震荡盘升走势 我觉得这都是一厢情愿的 降准了 胡适难道就能涨吗 就你现在做什么动作 他钱就不忘股市流 有什么用呢 有很多人认为 美国人一降息 一万亿美金的钱就要流入中国 中国的资产就要升值 我觉得这个没有必然联系 美国一降息 或许有一部分资金热钱 会流入中国的股市或者房市 但这个具体有多少 实际上是不容乐观的 因为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 热钱一是要安全的 在安全的前提下 它才有可能去流向这个挖地 现在国内这些小粉小火 情绪这么高涨 这个正能量还在占牙舞爪 你怎么就能断定热钱能来呢 还有个啊 存量房按揭贷款利率下调 这个纯粹就是个汇民政策 就是让那些房奴啊 压力小一点 减轻他们压力 但是你说你把他们的 按揭贷款利率下调了 他们消费就多了 你这纯粹就是异想天开 这其实是什么专家啊 基本上不过脑子 或者他自己不贷款买 或者就是他赚钱太容易 他体会不到这些韭菜 七大姑八大姨借钱 去买套房 他的工资又不高 赚钱又不容易 一旦失业找不到工作 大家都是这种现状 你银行给他安揭贷款利息 调低一点 他不就每个月少还贷款吗 对吧 利息低了吗 每个月少还三百块 五百块 他们就把这五百块 拿去花掉了 去消费 他不把这五百块 存银行 接着提前还安揭贷款 所以说这些专家 叫不通人性 在目前这个形势下 韭菜每攒下的每一份钱 都很有可能是存到银行 然后去还你的安揭贷款 这就是这些专家 在疫情期间 他说一心一放开 这个大家就会报复性消费 餐馆也是报复性消费 旅游报复性消费 但是到现在也没看见报复 为什么专家老是说不对呢 就是他违反人性 就是他难以共情 民生之多奸 胡锦老师 自从他炒股 这一年多 赔了钱之后 交了学费之后 现在慢慢的跟这些股民 开始共情 跟这些社会底层人士 越共情 直到他几十年 坚持宣传的是一个泡沫 是个假象 很可惜啊 他还被禁言了 相反 他的老朋友 坚持降制路线的加特老师 那在网上是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呼风唤雨 加特老师很忙 大家也没发现 自从胡锦老师被禁言以后 这个加特老师特别忙 日本韩国到处跑 现在在西安 前一阵子在东莞 佛山 全国各地啊 都有他忙碌的身影 还有上海 施朗诵 加特老师啊 他跟这个经济 是个敲敲板的关系 加特老师越活跃 这个经济就越不活跃 低迷 加特老师越不活跃 那经济就会越活跃 那就是个敲敲板关系 这几天啊 加特老师在西安 我想大家都看到了 加特老师跑到西安 去行了个大礼 无辅投地啊 他再一次啊 朗诵了李白的诗 有一个网友说啊 加特老师到了西安之后 西安的空气都变臭了 臭不可闻了 在这个应该是大谈不夜城吧 加特老师追这个年轻人 那个年轻人手上拿着一个手机 加特老师非要一口咬地 说人家年轻人拿的是三折叠手机 一直要那个小伙儿承认 他拿的是三折叠手机 尽管那个小伙儿一再解释啊 我这个就是个iPad 但是加特老师不依不饶 非说这个小伙儿 拿的就是三折叠 说这个小伙儿拿个三折叠 在夜市上撩妹 说明这个加特老师已经出魔阵了 加特老师啊 他昨天发一个微博 他说一个崇美者的反思 孩子为啥不入美国日本籍 他这个主要说他前几天啊 他跟朋友一起到日本 然后给他开车的司机 是一个河南人 这个河南人呢 在日本读书六年 毕业后就留在了日本 跟自己的同学结婚生子 说日子过得小心翼翼 转眼就在日本待了二十年 加特老师说他跟这个司机有一搭无一搭的聊天 加特老师就问这个司机 说孩子都已经是日本籍了吧 没想到河南省的这位司机啊 突然抬头看着加特老师说啊 没有我不会 我的孩子不可能是日本籍 我绝不会让孩子入日本籍的 加特老师觉得很迷茫 问他为啥 这位河南的老乡啊 讲了一大堆重要的理由 比如说啊 日本三十年前什么样 四十年前什么样 现在还是什么样 中产阶级收入一点也没有增长 日本年轻人都躺平了 这个社会根本就不像 中国媒体上所美化宣传的那个样子 这些年来 祖国的变化 已经把日本远远抄在后面 他认定祖国的前途 一定比日本更远大 他也把两个孩子送回国发展 这河南人很有意思啊 在日本待了二十年 上学六年 然后在日本开车 我估计他恐怕还有别的工作 当司机也可能是兼职 当然也可能他就是专职司机 就是开车 他对祖国相往 这个是对的 日本现在是越来越长 在日本混不出来 我觉得啊 他应该立即回国啊 难道国家抛弃他了吗 既然日本不好 国内这么好 那马上回国啊 是不是日本人绑架了他 还是说他已经入了日本籍 加特老师为什么跟这个河南人聊得这么开心呢 因为他们找到知音 你看加特老师就把自己的儿子送到美国 在美国修干旗 差不多一二十年了 加特老师问人家 儿子是不是日本籍 实际上就是加特老师在 变相的告诉大家 他不仅他的儿子是美国籍 甚至他的孙子辈的都是美国籍 要不然他不会问这个话题啊 他为什么断定人家儿子是美国籍 日本籍呢 不就是因为人家在日本待的时间长吗 待了二十年 这就是加特老师逻辑啊 那他儿子在美国待了多少年 那不就是美国籍吗 有那么一种人啊 自己在日本在海外 什么原因去的咱不知道啊 在那儿也混的怎么样咱也不知道 但是他在海外 心心念念的想的就是祖国 给人感觉像苏武一样的 或者是李宁 他是被人抓去的 他是流落在这个湖地啊 中文人住的地方 心向祖国 但是回不来啊 没办法 问题你要真想祖国 那马上就回来啊 就苏武啊 他逃跑好多次 实在过去草原啊 地管人稀 根本就走不出来 你让他跑都跑不了 没有办法 你这在日本买张机票 现在票也很便宜 据说啊 你飞回来不就完了吗 为什么不飞回来呢 既然日本跟过去没有区别 没有发展 你在日本呆着干啥 给日本人做贡献吗 给日本人造子弹 你还有美国的也是 到了美国 就开始啊 越是故乡民 美国种种不好 这不就是家头吗 家头现在做的事情 然后家头老师啊 一忧未尽啊 他又发了个微博 为俄爹继续鼓如呼啊 为俄爹打气 他这个微博啊 非常长 微博的最后啊 家头老师说啊 今天是中国的中秋节 孔美 崇美派 媚美派 都说美国的月亮 比中国圆 说了几十年了 事实上并不见得 写这句话的时候 不知道家头老师 还记不记得 以前在美国拍的那些 电视节目 视频节目 说美国就是天堂 所以家头啊 颠倒黑白啊 随口就来 上一秒拉出来的 下一秒再吃回去 没有任何异常 只有家头这种人 到了美国 拼命的夸美国 离开美国 就拼命的诋毁美国 当然了 也有人啊 刚才所谓的 崇美 他到了美国 欺贫美国 说美国种种不好 怀念祖国大陆 这个都是为了流量 都是爱国生意 反正都是割爱国流量的 家头老师说啊 俄罗斯敢于对美国 北约说不 不仅仅是对北约 东扩的本能反应 这次相声论坛上 俄罗斯代表直斥 北约是欧洲的癌症 明确表达了 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 到底是要干嘛 终极目标是什么 你猜俄罗斯代表怎么说的 也就是让你猜 俄爹是怎么说的 这我俄爹说了 现在就是要对欧洲 刮骨疗毒 俄罗斯不惜 打出一场有限的核战争 以避免全球核大战 以拯救人类 这叫典型的流氓 什么叫有限的核战争 就是威胁 扬言要打核大战而已 家头老师说 话说到这份 北约代表嘴裙哆嗦 递不上话来 只好翻白眼 或者耸肩 或者吹口哨 这些肢体语言 统统都是示弱的反应 有本事 打定了主意 你们为什么不反群相亲 也就是说 你北约为什么不跟人吵 家头看来那就是 面子里子都不重要 主要是嘴不能说 就是主书的大鹅 嘴硬 这也符合家头的这种特征 家头老师得个结论 说北约也罢 美国也罢 确实没有勇气 和俄罗斯对决 可以说 这个家头老师 恨俄爹不成钢 俄爹现在已经打成这样了 基本是满地找牙 哭爹喊娘求和谈 家头老师还在这 将俄爹的国 国威占俄爹志气 其实这个也简单 主要看接下来 美西方怎么操作 这个在这刷嘴皮啊 没有用 以前俄爹画的红线 咱就不聊了 什么一字残舌症 什么钢铁洪流 什么 泽伦斯基不敢看俄爹的眼睛 对吧 泽伦斯基不敢看普京的眼睛 这些都不聊了 最近啊 帝宝老人不是发了狠话吗 对吧 你美西方 允许乌克兰拿美西方的武器 打击俄罗斯本土 那就是北约参战 放出了狠话 但是 帝宝老人留了一手啊 他没有说他怎么报复 他只是说北约参战 参战 他也可能就挨打 我挨你两圈 我忍 那伊朗不就忍吗 伊朗能忍 我谁说俄罗斯就不能忍了 所以说帝宝老人 他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 他在这儿埋着伏笔呢 他也没说要核反击 他都没说啊 他只是说我我可能报复 你北约参战了吗 现在就看啊 美西方越底 不会同意乌克兰 用他们的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 如果只要同意了 那加特老师说什么北约也罢 美国也罢 确实没有勇气和俄罗斯对决 也要闹笑话了 咱们密切关注 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